3 2 1 Let's g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HowHow Channel 那今天我们来到 Aino店的 稻村骑车站 我们要去吃 一家非常厉害的 旧级天鸡汁 就让我们来看看 它到底是有多厉害吧 哇 非常有 古斯古香的感觉 那现在日本很多餐厅 就是入店啊 就是有一些就是预防感染的 基本措施 就会让你先熟毒 然后还有酒精消毒 然后还有就是要配合量体温 那我们就先点了这个 TKG的旧级套餐 那它会先给你鸡蛋 以及就是搅拌鸡蛋的说明书 啊 记得要熟毒 那套餐来啦 这个是烤鱼 真的超好吃的 配上等等的 旧级TKG 那我们来开始做 旧级TKG吧 首先呢要先把鸡蛋打开 然后分一半一半 蛋黄跟蛋白都要分开 之后呢 就要对蛋白的 疯狂的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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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样疯狂的搅拌 真的熟耶 超级酸的 大概搅15分钟都起不了泡 要一直不停的搅 但一开始我搅错方法了 不是这样是要两手合十的 一直去搓揉搓揉轻轻的 把空气灌进去 才会打出像云朵般绵密的蛋白霜 然后呢 把蛋白霜铺在白饭上 淋上美味的蛋黄 旧级TKG完成 宽如云朵般上的太阳一样 感觉超好吃的 那旧级TKG就完成啦 刚好电车从眼前进过 这就是有名的A肉店 那接下我们就要准备吃 那就要订上它的TKG的酱油 那这个酱油是甜甜又甜的 非常好吃 非常配鸡蛋拌饭 超像买来吃 它有在卖 真的超级好吃 如果这样可以大概吃两碗都没有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北远昌 说到6月的梅雨季呢 就会点想到 紫阳花八塞 就不得不推荐连昌的必去景点最一 明月圆啦 会在北远昌站10分钟的距离的明月圆 明月圆呢 最佳观赏的时期呢 是6月中旬有下旬的字 那明月圆的阿吉塞的话 它的品种呢 是日本的纯种的 既紫阳花 紫阳花呢 它就是日本的6月的梅雨季会绽放 它吸爆着雨水 而绽放着紫阳花 同时也就干燥了下雨天的仿闷感 抵达门口之前一拍紫阳花迎接着你 超漂亮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买门票 它门票的凯扎口做的非常古色古像 那门票一个人的话500日币 小人300日币 那园区里面还有许多的寺庙啊 园区的话都是可以拍照的 那为了只有这个咖啡店的话 它是禁止拍照摄影的 为了打造更好的品质 我有纷扰的感觉 所以它禁止拍照 以及不摄影 那接下来就是超有名的 这条紫阳花道路 这个阶梯上到最上面 全部一拍都是紫阳花的包围着你 真的超级震撼漂亮的 那这是古时代的时候呢 因为他们要做柵欄那不够 那就是把阿吉塞代替做成柵欄的感觉 然后之后就演变成越来越多 阿吉塞 然后就一整条 一整个园区 都是阿吉塞园 那走到最上面之后呢 会有一个日本园园 那就是明月园最有名的园窗 那它就是长得就是像月亮一样的园 那明月的月就是代表它这个月窗的意思啦 那它现在因为困难的关系 就放了三只小老虎 三只小老虎 就是要把疫情退散 就是赶快把疫情赶跑 把疫情给吓跑 今天一整天都在下雨阿 那接下来 庭院旁边有非常可爱的小和尚们 上面都拿着像阿吉塞的感觉 超可爱的啊 旁边这个的话就是一个佛像的部分 它就是碰着阿吉塞 有许许多小小设计 都非常可爱 大家可以仔细去找找哦 那时间差不多啦 那我们也准备要回去那路上拍了很多照片 大家可以到我的Instagram来看一看哦 那最后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哦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 拜拜